从因治果,凡是修行,都从因治果 那不然就不叫修行了 因,就施法界来讲 九法界为因,佛法界为果 灵济中,我们前天讲到 以三宣三要为宗 从这个禅堂的设施,特别是中版 就是表达这个灵济中的三宣三要 然后,时时刻刻 唯恐我们疏忽大意了 时时刻刻在提醒我们 常常 行住坐卧,出入往返,一切是一切处 都在这个 灵济中的三宣三要之中 这个跟我们在禅堂里 行禅中这一法 参念佛是谁 细细相关 我们既然 我们既然走了这条路 那也要把这条路的 从始至终 也给他搞明白 各同各派 都有宗 你们念佛 念佛的人以求生净土为宗 求生净土 这是个目的 怎么他能够生的净土呢 那你必须要念佛 念自在自 念佛是因 生西方极落世界是果 这是讲 举一个例子 比较 禅宗这一法 以参念佛是谁 为宗 参念佛是谁 是因 明心见性 开悟 那是果 你要达到这个明心见性这个果 你必须修明心见性的这个因 怎么修啊 那个修过就是因果 从因治果 一步一步地修 你既然不是上根内治的 那你就要一步步地走 上根内治的 他不要修啊 一文前物 一文前物也是个因果 那个因果的时间太短 本来年年 关于禅宗 灵迹宗 这个三玄三药 这个宗旨 是 年年都要讲 不是说今天讲过了 明年就不要讲了 年年要讲 你会了 还有人不会 你懂了 还有人不懂 都不要讲吗 嗯 嗯 嗯 我们上一次 讲的这个表法 明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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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乎 充体 启用 涉用 归体 始终是这个意思 世俗世间法 都是这个意思 从体起用 涉用 涉用 归体 我们前天讲到 这个 不能够太细讲 也不能够太简调化 佛事门中 不舍依法 这句话怎么讲啊 佛事门中 不舍依法 就是法法 都是佛法 这个叫做 佛事门中不舍依法 法法 都是佛法 传宗 讲三神三要 是佛法 用中版 表这个三神三要 同样是佛法 你到哪儿介绍佛法去啊 嗯 既然是佛法 那必须要 如法 表达 这么一个道理 嗯 靠这个中版 你说 啊 大家都会靠 啊 这有的呢 靠的呢 还比较像样子 有的人呢 靠起来呢 就不像样子 太随便了 太随便了 就不如法呀 嗯 不如法的因 干什么果呢 嗯 这个事都值得大家注意的 嗯 搞明寺 是 意义在 建一个 真正像样的 这么一个产中道场 嗯 你参天佛式水 为我们的 忠心 尊止 啊 出了参天佛式水 一切设施 都是佛法 王安石 那是宅相 给这个三规 做了一个解释 这个三规 也是佛法 不但是佛法 还是根本的佛法 跟哪一法 跟哪一种哪一派 都细细相关 嗯 你看我们的学佛法 是佛法 要有眼睛啊 开眼睛 重要 我 王安石 他那个三规矣 从这个 规矣生 凡恨 四威矣 愿我 常有 诸佛度 施放 贤胜 不相礼 涌灭 世间痴 对不对啊 是这个样子 你该归一层僧宝 凡恨 四威矣 那是佛宝 那是僧宝 嗯 僧宝 要参学啊 像五十三餐 三代通子不是参学吗 愿我 愿我 偏有 诸佛度 施放 贤胜 不相礼 永灭 世间痴 第二 他讲的 规法 规法 是法法不思义 这个法法不思义 大家看到了 那个法法不思义 包括施法界 医政庄严 都包括在内 善法乐法 都包括在内 法法都不思义 那是真正的法 能够思义的 那就不叫法 那是烦恼 那是生死的根本 啊 规以法 法法不思义 愿我 慎心 常寂静 心如 宝月 应流里 了法 更无疑 这个三规矣 我们常做的早晚功课 规佛 规法 规神 啊 在六祖的 谈经上呢 他把这个三规矣 规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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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规矣啊 你看 这个字 大家没有注意啊 这个规 有两个写法 规去来袭 那个规 啊 三规矣这个规 跟那个规不一样 规去来袭 那个规 那个规 跟我们 福教里讲 三规矣那个规 那个字 音是一个样的 嗯 讲 不一样 嗯 嗯 规去来袭 那是 从世间法来讲 啊 啊 那个规 规去来袭 这个佛法讲这个规 你看我们用的这个规爹 嗯 规爹那个规子怎么写的 嗯 嗯 规的那个规 旁边 是个 自己的字 他把那个字 写简单的 写个字 啊 那个右边呢 加一个反 嗯 这个字 蛮有意思的 可有人注意到吧 没有 从来我没有听说有人注意到这个地方 嗯 归去来袭就是一个人 啊 去了 啊 再回来 啊 那个就是归去嘛 嗯 那是属于事 那是属于事 下 啊 我们俗教里下 你看 讲的这个规 旁边 是个自己 右边 是个反 就是反归自己 那叫做规 你看这个意义 同时 用语言 表法的 那是不一样啊 啊 啊 根本就不一样 我们可有人注意到这一点呢 那个规意规意就是叫我们返回自己 自己 啊 自己三身 嗯 回来 不要 不是 不是 不是我们要归于佛 哦 佛在那个地方 啊 归于法 法是藏经 归于僧母僧是活上 不是这个意思 嗯 嗯 这很有道理啊 嗯 我们在什么地方用功啊 这就要 高 坐眼 你要看得到 那什么都是佛法 嗯 嗯 啊 归归的回归自己 那是佛法 那是一切法的根本 一切法 都叫我们回归自己 啊 啊 六祭子 啊 六祭子 啊 那个 嗯 啊 啊 那个 六祭子 那个 六祭佛 嗯 嗯 究竟记 啊 从来真是旺 今日 旺皆真 但赴本实性 更无 一法心 那就是真正彻底的回归自己 就是最终的 修阴治果的 都是走的这一条路 我们都在这条路上走 可是你自己本人 认识没有认识到 这一条路 我是这么走的 要自己认识 把这个方向给他掌握好 啊 修一切法 都是修的回归自己的 啊 不是向外持求的 念佛是谁也不列外啊 啊 对不对啊 嗯 至于讲到佛法 禅宗这一法 教外别传 嗯 那跟教内有什么区别呢 嗯 嗯 啊 这个禅宗这一法用心不一样 嗯 直戒了当 这句话呢叫做直大行远 嗯 不走弯路 直大行远啊 啊 啊 那就是根本 嗯 嗯 嗯 详细讲 从多方面 这个道理 道理很多 因为它 是整个的佛法的根本嘛 嗯 嗯 嗯 那就是法法不思义 嗯 嗯 我们现在单单讲这个 参堂 参念佛是谁 走的是 三玄三要的这个东 这个三玄三要怎么解释 嗯 嗯 啊 什么叫做玄 什么叫做玄 嗯 什么叫做要 嗯 玄 有 看不到 那就玄了 嗯 嗯 有 看不到 什么东西有 什么东西看不到 嗯 嗯 重上 是属于因 因地的因 这个因中有果 一般人看不到 嗯 因中有果看不到 那就玄了 嗯 玄 就是这么个意思 啊 嗯 有这个东西看不到 人家就是玄玄玄妙妙 玄妙之中有大道 这是俗话说的 大概是这么个意思 嗯 嗯 什么是果呢 果 是修因 所界的 这个果 嗯 修什么因 干什么果 修施法界的因 人 敢施法界的果 嗯 施法界的果 嗯 哪一界的果 是最好的 是吧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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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就简单说 施法界的果 最好就是成佛 也是我们大家发心 小河 小河 共同的目的 要修佛 要成佛 啊 成佛 为什么重要啊 嗯 嗯 为什么重要 三神散要吗 啊 啊 这个佛为什么重要呢 嗯 嗯 嗯 啊 善要就是比喻佛果 啊 为什么重要 他能够了生死 他能够断烦恼 他能够度一切众生 你看这个重要不重要 嗯 没有比这个再重要的了 嗯 嗯 悬 就是因 要 就是佛 嗯 悬 这个因 这叫做正因 嗯 嗯 正因 就是我们现前这一念 这个正因 正因 以为因 从这个因 要想敢果 必须要修 不修 这个因不能达到果 嗯 嗯 嗯 修这个因 这个正因 那什么修呢 嗯 所以说 也说 顺尔人 足授하고 都c zwar 授和她的 有记忍 按度 对 kissing 拿weder 一 刎 这个证音要能够显 我们现在虽然有证音,证音不显 证音显了,那到什么时候才能显呢? 要证果了 这个证音就显了,清净法身佛 清净法身佛具象三十二 有人理解,说是清净法身佛 那就是清净吧,什么都没有啊,叫清净啊 都弄错了 什么都有才叫个清净 就这么个道理 什么都有叫个清净 正音要显,要圆音,了音有功 嗯,了音,就是现前一念 这个侥幸,就是了音 嗯,这个了音,要必须有原因来援助 这个了音,这个了音才能成就 是一心,是一心中得 不不是三音,有三个东西 就在一心当中 讲这个三音,缘音,缘音,了音,正音 正音,修成功,那就是法身佛 缘音,修成功,那是报身佛 嗯,三音,达到果位,成为三佛 嗯,那么这个三佛 那么这个三佛 是就在音中就有的 如果音中没有三,没有这个三佛 它修不成三音,三佛之果 嗯 嗯,这就是音中有果 在音中见不到 啊,我们什么时候见到自己有个 有个法身佛 有个报身佛 有个化身佛呢 嗯 虽然我们没有现实,没有正德 这个道理,我们要晓得 都在我们现前这个依恋心中 啊,迷了,三音也不显 三果更达不到 悟了,悟有浅身 那也是一步一步来的啊 啊,没有天生的弥勒 也没有自在的释迦 嗯 嗯 三音 嗯 嗯 那个三音 嗯 用这个传堂的钟表 这个钟版来表 三音就是三响 嗯 那么这个三音,从音音来讲 一个正音 这一个正音 实法界众生都有正音 是吧 嗯 嗯 这个正音说简单一点 就是佛性 一切众生皆有佛性 那不是一切众生都有正音吗 一切众生就是指这实法界众生 都有正音 嗯 嗯 既然都有正音 所以如果这些本能的本能的都有了音 以远因 这个三因 一心中德 既然是因 要想成果 那你必须要修啊 修三因成三佛 从因治果 这个一个正因 基督是法界 要是原因 了因正因 这个三因 就十法界来说呢 那就是有三十法界 有三十因 果 就是佛果 谈到佛 有三佛 有法神佛 有报神佛 有化神佛 三佛 就是一佛 佛的一体 法神 报神 化神 不是说有三个神 三神就是一神 一神就是三神 告诉我们 我们这个语言啊 就是说话这个语言 表法 这个能力是有限的 法 法 法 报法三神 是同时 具足 我们这个嘴就不能说了 人中的三因 具足 三因 也是同时 具足 但是我们要说呢 就是有先 有后 有正因 有了因 有远因 就这么说了 你一句话 八个三因 就说 你没有办法说 这就是表达的 这个能力呢 就受这个现实 但是非要这个样的 一 有限制的表达 表达这个无限制的 三因 三佛 你说我们这个一念心中 记住三因 这同时记住的 那你要说下来呢 这个语言就有先有后 这个我们要知道 所以他语言也好 文字也好 这都是方便 三因 一因 记住十法界 那就是识想 三佛 一佛 记住十法界 十法界 都记住 福果 那就又是识想 这个 因有识想 果有识想 就成为二识想 那么一因 记住三因 一所 记住三佛 这是六想 加下来 就是二十六想 那么这个 我这么说 大家要注意 你们听得清楚 听不清楚 我还不知道 一法界 就是讲的 一法界 具足三因 一法界 具足三佛 十法界 又具足三世因 十法界 就具足三世佛 三十加三十 那就是六十 回过头来 这个 这个 十法界 每一法界 具足三因 每一因 具足三宣三妙 一法界 一法界 具足三佛 每一佛 具足三宣三妖 那个三六 就因来讲 三六一百八 就果上来讲 三六一百八 一百八 加一百八 那就是三百六 三百六 一百八 一百八 那是三百六啊 加上来的 二十因 二十佛 加最初的三宣三 要加那二十六想 那就三百八十六想 每一天 靠这个中板 从早到晚 就是三百八十六想 是不能够多 是不能够少的 是吧 这就是林济宗的三宣三要 三宣三要 我们昨天上前天 我说的 三宣三要在什么地方呢 若隐若果 若选若妙 都在我们这个肚皮里头 一念心中 你看我们这一念心 伟大不伟大 微妙不微妙 不可思议又不可思议 所以古人讲 十世古今 始终不利于当念 未成岔头 自他不各以好端 禅宗这一法 跟这个三玄三妙 三玄三要 我们不是说的吗 又有什么关系呢 我们不是禅宗啊 林济宗啊 林济宗讲三玄三要 这个三玄三要 跟念佛是谁 怎么介绍得到啊 那是三玄三要 我这里是餐的念佛是谁 合得拢吗 念佛是谁 他的特点 就是不明白 而一切众生的特点呢 他就是不明白 要求明白 要求明白 我不想做众生了 做众生太苦了 我要了生死 要明信见性 怎么办呢 佛法 佛的法门 八万四千法门 无量法门 都有法可依 那么禅宗这一法 所依的是什么 我们在禅堂里 修行禅宗这一法 怎么修呢 禅宗是谁 当你没有能够明信见性 没有能够见到自己的本来面目 就用这一法 不明白 这个不明白 不明白 这个一句话 这么一个道理 这样一个原则 它改阔了 九法界 一直到等久 都是不明白 都是不明白的 菩萨 破无名 正法身 破一品无名 正一份法身 那个教下讲 破四十一品无名 到了等久 等久菩萨 还有一品无名 那个叫做 生相无名 什么叫做生相无名呢 我想那个名字叫 生相无名啊 生相无名 就是从最初 一念不觉 生下来的 最后这个一念 一念不觉 一直到最后呢 就是灯角菩萨 那我在我们中文下讲呢 就是幕后老观 啊 啊 传堂的下 参念不识 谁不明白 不在传堂的下 学其他的法门 你都明白吗 嗯 就像我们念书一样 就像我们念书一样 读了小学 就中学的 他不知道 读了中学 就是大学的文 他不知道 那不知道就是无名啊 嗯 那读书就等于修行一样啊 嗯 佛华 大概就是这么一个道理 啊 这个修行 修行 要修成佛果 佛果的条件 要俯会 俱奏 俯会都修圆满了 才能够成佛的 差一点都不行 嗯 假使说我们认为 禅堂 禅堂 一直都参了开悟 明心见性 是不是就能成佛呢 不错 那个佛 是有等级的 嗯 你看你是成什么佛 要是说禅堂里 明心见性 就成了究竟的佛 那是不可能的 你说明心见性 就开了物 就成佛了 啊 佛是有等级的 六祭子 讲的那个六祭佛 那个 嗯 有理祭佛 有明智祭佛 有观恨祭佛 有相似祭佛 有分正 祭佛 有究竟 祭佛 那不一样啊 嗯 从这个六祭佛 来讲 我们现在 还在 烦恼生死当中 什么都 什么都没透 生死也没了 烦恼没一段 那我们叫什么佛呢 我们叫做 李祭佛 嗯 李祭佛 动静 李全是 行藏 是尽非 命名 随物去 是寥寥不知归 这就是我们就这么个人 嗯 说是开悟 开个宝物 不稀奇 嗯 啊 在我们禅当讲 小物无稀数 大物十八个 真正悟到的人 只有佛 嗯 这佛是真正悟到的人 嗯 嗯 啊 就是开个宝物 一般的 开个宝物 啊 说的好听一点 那叫做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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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才听无声曲 放任无始歌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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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有这么四句话 这个那个都成为这个 那个名字记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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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吴声曲 才吻吴史歌 史之当体是 反恨自蹉跎 这是名字 有这个名字 就这么一下 拓一个本餐 他到他的位子 就是名字记 比名字记更高一点 举例子来讲 像天在一种智者大师 那他是观恨记 观恨记 从大乘教 讲到 反与圣来讲 他不一样 反 比如说 观恨记 在大乘教里一样 那还是外反位 相似记 才达到内反位 他这个阶级分得很清楚的 断了多少伤脑 达到什么位子 那是不一样 你看六都 你看这个智者大师 东头小世家 他这个位子在什么地方 他自己说的 他因为一生当中 他因为一生当中 弯法立生 耽误了自己的用功 他说我现在的位子是无品外反位 还是外反 这个位子 这个位子是什么样子呢 念念念赵昌礼 信心 细幻尘 骗观诸法性 无假 亦武真 功夫 达到这个地步 但是他还没有了 还没有能够了生死 分断生死还没有了 念念赵昌礼 就是他的功夫 信心 细幻尘 我们现在 说的好一点 就在这个地步上 好不 不能再好 念念赵昌礼 他说我们参念佛是谁 念念不间断的 参念佛是谁 念佛是谁 就是常礼 常礼呢 就是永恒不变的这个真理 念念赵昌礼 信心细幻尘 细幻尘 还没有端呢 骗观诸法性 无假那是中道 大乘教 到了无品外反位 到了无品内反位 就是实性位 那才破见词后 要分断生死 到什么地位才建兴呢 要到出诸位 实诸 实行 实回向实地 到了出诸位 法华经中讲 诸佛智慧 甚深 无量 其智慧们 难写 难入 讲到智慧 什么样的 这个智慧呀 要见性 见性 二生人 要分断生死 破见词烦恼 他见性不见性呢 不见性 二生人 不见性 真正的见性 要达到出诸位 诸佛智慧 甚深无量 这个智慧门 开这个门 进这个门 从出诸开始 出诸二诸三诸二诸三诸 一直到实诸 到实行 到实回向 到实地 到等角 破四十一片 无名 这个都是 进入智慧之门 一步一步 上升的境界 要多少时间呢 那看个人的 能力大小 精进与懈怠 你就是说 这个乌鲁汉 那也看根基利 根基利顿 利根的人 三生 顿根的人 六十节 三生跟六十节 能比吗 不能比 三生 这个有限的 六十节 就十节就成了 这是法 无定法 一般讲 三大乌生 七节 第一个乌生 七节 修 三十 个位置 就是十度 十行 十回向 第二个乌生 七节呢 在十地当中 断七地 第三个乌生 七节呢 那个十地当中 断三地 就胜着 那个一品 生相无名 一品生相无名 断了以后 就进入 佛果 那就是 长济光 那是最高的 涅槃 你看看 这个回头我们谈谈 我们这个念佛事水 跟三神三庙 这个三神三药 有什么关系呢 嗯 我们是用的这一方 是走的这一个钟 嗯 嗯 参天佛事水 是用心参的 这个三神三药 它也不带心外 嗯 修行修行 施法界的众生 讲到修行 都是修的这个心 同一个道理 无论用哪一法 都是用这个心 参天佛事水 是修这个心 念佛求生西方 也是修这个心 那么一切法 都如是 我们 学禅的人 修这个心 心 俱足 三神三药 其他的法门 也修心 他那个心底下 同时